这位新生代歌手匹迪华晨宇 协心专辑成业与您相见 说到华晨宇大家并不陌生 在歌手三中更是大放异彩 同样是新生代歌手的他 给你的音乐享受不比花花拆哦 说到邓直顺 也许许多人还比较陌生 但他的歌曲一定可以让你一听就爱上 他作为90后的新生代歌手 如今正在这音乐的世界里努力的攀爬 发展势头十分的猛烈 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这世界里发光发热 邓智顺 直笔 MP3 来自娱乐本路 邓智顺曾说 音乐是他一辈子坚持的任性 而事实上亦是如此 他自小便对音乐有着强烈的兴趣和很高的天赋 小小年纪就精通多种乐器 如爵士鼓 吉他 钢琴等 有了以上的音乐基础 也就为如今的道路铺来及时 于是他在13岁时便开始了创作 将所想所思以及日常有趣的事情都悉心记录了下来 好为创作增添更多的素材 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 才有了今天的邓智顺 俗话说 是金字总会发光 在2000年时 邓智顺便被他的伯乐 广东电台名嘴杨斌发掘 自这以后 他算是正式地踏上了为人们所知晓的道路 而他的许多歌曲也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如十分受欢迎的过 很矮难凡的 并且凭借这些受欢迎的歌曲 在2013年时候 获得了唱响幸福魅力盛典的魅力音乐人大奖 借此打开了知名度 随后在2016年 他写浪漫之歌《月满之下》一曲 登上了十大金曲排行榜 以此得到了一大批忠实粉丝的追随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 获得了知名度和荣誉膨胀 然而邓智顺却更加沉下心来研究音乐 好让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在汲取灵感和沉淀研究的这段时间里 邓智顺喜欢看许多的电影 里面的经典画面和情节 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想法 除此之外 观察生活中的人和事业 是他获得灵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 而音乐也类属于艺术之中 精心的创作带来的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 据悉 在2018年5月之时 邓智顺将写他精心制作的新专辑 来与热情的粉丝和听众见面 这个专辑花费了邓智顺大量的心血 专辑中的词曲和制作都是由他自己亲力亲为的 这样的全程投入 如今又有多少歌手能做到这种地步呢 而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指笔 更是能让你听之沉醉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对这位90后的新生代歌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呢 那就快来期待他即将发行的新珍集吧 在这种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